排除没有找到AirPrint打印机消息。 如果显示没有找到AirPrint打印机消息, 则使用本视频中的步骤来解决问题。 尝试每种方法直到问题解决。 首先,确保您的移动设备和打印机连接到同一个无线网络, 并且Wi-Fi连接稳固。 尝试打印。 如果仍然无法打印,则关闭打印机电源, 等待30秒,然后重新启动打印机。 再次进行打印。 如果仍然无法打印,请断开打印机与无线网络的连接, 然后将打印机重新连接到无线网络。 尝试打印。 如果仍然遇到相同的问题, 请确保在您的移动设备上启用了AirPrint。 在Safari浏览器中输入打印机IP地址, 打开嵌入式Web服务器EWS页面。 在网络部分,确保AirPrint状态为打开。 尝试打印。 单击优酷中的播单选项卡, 以查找其他语言的HP视频。 搜索我们的频道,以查找官方HP支持视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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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updated。 感谢观看